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垂直入社要麻烦的很多 所以他做起题目来也比较烦一点 所以这一章各位一定要听好 要不然你回去做题目 你如果没有照我示范的这种步骤 去做的话 你往往会弄得很麻烦 所以希望各位听到 那么我在这里讲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告诉各位 我们再看 那么斜色的坡可以分成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两种情况 所谓垂直偏正是指它的电场方向是在入射线 与法线 反射线三个线所成的这个面垂直 这个面我们称它叫做入射面 那么电场如果跟入射面垂直的话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垂直偏正 这个时候电场就很容易写出来 因为它只有一个component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坐标 Z轴在这里 这个是X轴 打点的是Y轴 那么入射线如果是从这个地方入射的话 那么它的电场就是打点的 就是从荧幕里头钻出来的 那么这个方向就跟Y轴的正方向一样 因此电场它的偏正方向就是Y方向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啊 你图一定要画出来 图要画出来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画的时候啊 比如说入射波是确定的 但是反射波你可以先画 那么你也可以假设这个电场 反射电场跟入射电场的方向一致 这是假设哦 但是它是不是一致呢 要等我们从边界条件 把这些反射系数的正幅求出来以后 你才知道它的真正方向 是跟你的方向一样呢 还是跟你假设的方向一样 还是跟你假设的方向相反 如果你电场反射方向 假设是Y方向的话 H场就是这个方向 我们是根据这个E cross H 要等于传播方向 如果说你最后求出来 ER的方向相反的话呢 那这个H的方向也相反了 所以我们先 你先画 但是画出来的话 你最后的结果 不一定跟你假设的一样 这要注意 我们图画好了以后呢 那你在做的时候 第一步 比如说你在处理入射坡 你就要把入射坡 行径方向的单位向量 要写出来 单位向量K要写出来 比如说K等于这个 那么入射坡的形态呢 我们就把它假设成这个形态 这个一定要记住 要记住 然后这个KI KI就是我们假设的那个方向 这个地方是一个戴帽子 不是打这个 然后R的方向 那这个是固定 就是说从O点 任何一点 到这个空间 到这个坡面上 任何一点的距离是R 那么KI.R 这个是坡面方向 这个要先求出来 这要假设 假设正确了 然后第一步做这个 然后 跟这个 到底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于是你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子 你看后面已经 后面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后面这个 像Beta1乘上括弧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坡面方程 就是坡面方程 OK 这个要记住 好 那么 然后呢 你就把H厂 入色的H厂 用这个式子 把它写出来 因为H厂 有两个分量 这个分量不好 直接去判断 直接判断往往会错误 你一开始错误的话 后面全部都错光 因此我们 要用这个式子 慢慢去求出来 这个就是KI Cross E 然后 最后得 这样的一个式子 OK 好 那么 反射波也是一样 我们假设它的反射角 是这个 我们图上就画这个 那么KR 要把它写出来 KR 就是根据这个KR的方向 你在图上面看出来 这一定要写 要写对 写好以后 要一再的check一下 然后把这两个DOT 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反射波的波面方程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反射波的向量 是写成这样子 这个你也要一定会假设 这个是它的正符 这是它的相应值 你这个求出来以后 带到这里头去 好 那这就是反射波 然后H长呢 也是一样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把它求出来 OK 这个我们上次因为讲过了 所以我现在很快的讲一下 等于我们有一个例题 做那个例题的时候 你还是要从前面这里做起 好 然后我们假设的里头 有EOR是一个未知数 反射角是一个未知数 这两个未知数怎么去求出来呢 这是边界条件 边界连续条件 你一定要用画先把它写出来 就是在界面的地方 区域一跟区域二 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所以这就是tangential 电场现在它是Y方向 通通是tangential component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那等于第二个 区域的电场 第二个区域总电场 它的切线分量 这本来就是零 因为它是一个理想导体 那么从这里头 我们上次讲过 因为这两个是无穷极数 有无穷多项 在无穷多项里面 这个X可以任意改变 所以你X随便一个值带进去 这个也是无穷多项 这个也是无穷多项 加起来一定要等于零 那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 只有一个条件 你保证它会相等 那就是这个指数 跟这个指数要相等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两个指数相等 那从这里头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跟这个唯一的差别 就是θr跟θi 那这两个要相等 但这两个相等以后 这个销量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得er 等于负eoi 于是第一个区域的总电场 就是这个 总电场 就是把这个eor改成负eoi 就变成这样子 好 你看这是什么一东西 这是一个柱坡 一个柱坡 柱坡 就是说 它的x方向是一个行进坡 它z方向是一个柱坡 柱坡就不会动 那么柱坡现在在这个式子里头 就是表示它这个正幅 要受到这一项的修饰 就是说正幅跟z坐标有关 不同的位置z 它的正幅大小不一样 因此它就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坡 那h场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式 把它加起来以后 你整理整理 那你就可以得这种形态 这个形态也是 这个是一个行进坡 那这个 乘上这个 也是一个柱坡 它乘上这一项 也是一个柱坡 因为h场是 在这个yz的平面 所以它有两个分量 那么我们为了要求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所以我们要把h场的complex conjugate 给它求出来 然后我们就求这个 求它的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vector 你看它是朝x方向传播 这是传播方向 x方向传播 ok 那么 这是朝x方向传播 没有朝z方向传播 因为z方向是一个柱坡 它不会动的 好 这里头 我们就看到 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 如果电场等于0的话 就是这个柱坡 这个坡 时时刻刻要等于0 那么我们任何位置 x跟z都要等于0 那么这一项呢 偶尔会是0 但是不是永远是0 这个都不是0 那只有这个等于0 于是我们就得出 它的z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电场为0的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柱坡的位置 m等于0 是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m等于123 那就是分别123 这些位置 那么 有一点就是说 假如我们把一个导体的薄片 摆在这个坡结的位置 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从这边来的入射坡 经过这个面反射呢 那使得这边的这个坡的情况 就跟我们前面求出来的完全一样 它只是少了这一部分而已 因为这是个理想导体 它过不来 如果你把导体薄片 摆在这里 这是平行的导体薄片 摆在这里 那么结果这边的坡都是一样 这边呢 就被滤掉了 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 驻波的特性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 那么导体表面上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电荷密度 跟电流密度 为什么呢 因为导体二里面的电场 等于零 H场也等于零 那么导体外面 导体左边呢 电场不是零 H场也不是零 好 那么于是 我们根据这个 表面电荷密度的这个连续条件 表面电荷 它是N2.D1-D2 那么D2等于零了 那所以它只有这一个东西 只有这个 那么N2是从导体 表面向外 这个时候它的 它的方向呢 因为我们导体 表面在Z等于零 朝外的话 就是朝负的方向 我们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还有这个 这一项呢 这不是任何地方 这是Z等于零的地方 就是这个 最好我们在这个地方 画一道杠 写Z等于零 这样最好 于是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得到 就是说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看到 这个等于零 那么本来 表面电荷密度是等于这个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两个到底是零 是零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是零 还有 在表面的地方 总电厂是零 总电厂 因为我们求出来 电厂入射的 是出黑白面的 出我们 荧幕的话呢 那么 反射线就是进入荧幕 因为EOR等于IR嘛 所以在表面的地方 总电厂是等于零 因此整个这个 表面密度就是零 表面电荷密度就是零 然后看这个 Current Density 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 在H2的地方啊 就是第二个区域的H2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只有H1了 就是第一区的总HX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可以算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表面电流密度呢 它是Y方向 因为它电流密度要跟电厂方向相同嘛 因为这个是欧姆定律 所以得出来是这个值 那么它的 那么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把这一项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时数 那就是这个 这就是它的表面电流密度 好 这个程序要记起来 因为我们等等有个例题 就是完全用这个程序来做 比如说就这个例题 它说有一个角频率 为Omega的垂直偏正均匀平面电磁波 我们可以用这个表示它的入射场 这是电厂H厂 从空气 以入射角θI 射向无限大的理想导体墙 现在要求导体表面的感应电流密度 B 介质E中波音挺向量的平均值 好 那么我们知道表面电流密度呢 一定要用到H厂 对不对 用到它的总H厂 好 那么我们这书上的例题 它就是说 你可以由我们前面讲的这两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但你这个式子 你能背得出来吗 能背得出来吗 背不出来啊 那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公式啊 也不能算公式啊 因为啊 这个式子是根据我们画的那个图 上面的坐标 而得到的结果 如果你画的图不一样呢 比如说你入射线 不是像我们刚刚是从 从这个下面斜射上去 它是从上面斜射下来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啊 坐标就不太一样了 OK 它也没有讲 说这个波是朝Z方向传播啊 都没有讲啊 那你不能够就 就写这个样子啊 那因此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你不能够像书上说的 我就把这两个写出来 这两个你根本不知道嘛 这不能当公式用嘛 于是我们就要 做这样的题目 你就要回到 我们前面 回到这个 最前面这个地方 你记住啊 你做题目一定要这么做 假设路射波的向量是为这个样子 假设是这个样子 OK 假设这样子 你图画出来啊 根据你的图 然后你就把路射的单位向量 这个写出来 这个不要写错啊 然后把这个坡面方程算出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才是路射坡的电场 好 那么 路射坡的电场 那么 现在你要算的路射坡的H场 H场 你就用 带到这个去 我们刚刚讲过了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把它得出这样的东西 OK 得出这个来 这都要做出来啊 你不能把那个式子背出来啊 好 那么 H场 入射坡的电磁坡的电磁坡 我们假设你要先写 假设反射角 这个射写错了 这个我按选择的时候 选项的时候写错了 这是 这是射 方射的射 C的R 反射角 好 那么R当然 都是这个形态 那么 KR 你要写出来 根据你画的那个图 你现在画的图 是你假设的 真正是不是这个方向 不知道 我们还是根据假设的把它写出来 以后呢 你就把这两个DOT以后 结果 带到反射坡 你最好就是 先写 假设反射坡的向量形态是这个 你就 你就先在这个 这个前面 这里 假设反射坡的反射角是这个 然后它的电磁 电场的向量形态是这个 然后再算下来 最后带进去就变成这样子 好 之后呢 你再根据这个式子算它的 反射坡的H场 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用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 求出这两个 于是就得到电场 是这个 你看电场是这个 H场呢 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从这个 你看这里是直接就把它写出来 这个 在你做题目做给人家看 不好 因为书上可以这样 它告诉你 我这个结果是从前面得的 这两个式子得的 它前面也有图 可以啊 那你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也没有图 也没有式子 前面也没有说 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总电场 总H场 你不能马上写这样 就得照我刚刚讲的 你从头把它算到这里 好 你知道这个 总波以后 总波以后 那么我们 现在就可以求什么 求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 它要你求电流密度嘛 那它就是JS等于 N2 cross H1 XZ要等于零 好 那你的N2 N2你有图啊 所以N2一定是朝负Z的方向 Cross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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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把这个Z等于零去掉 它只剩下这个东西 于是这两个Cross以后 Z cross XAY 这就是它的电流密度的向量式子 它的Facial Form OK 记得 单位一定要写 好 那么Cross Density的 它的实写形态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把这个向量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之方 这个不要 这个Cross 取实数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两个合并嘛 我们可以取它的 实数 那就是Cosin 两倍的Cosin 这个值 之后我们再把 A1带进去 A1在空气里面呢 所以它是120πΩ 这就是60π 那最后 那最后全部的结果 它的单位是A1带 A1带 然后你就可以算 它功率流的平均值 我们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然后再带 再带进去 但是很多同学的习惯 就是不写这个式子 也不写这个平均值 这个 马上就是1分之1real 这个东西 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你表达一个东西啊 要让别人看得懂 不是你自己放在肚子里头 你懂就好 其实你只有这么写的话 你久了你自己也看不懂 所以功率 平均功率密度是什么呢 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全天下学过电视播的人都懂 这叫公式啊 公式要大家所承认的 才算公式啊 你这个不承认的话呢 那怎么算是公式呢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值带进去 带进去 取实数 取实数 那么因为这一项 它是有 虚数 有J 虚数 所以取实数以后 这一项就不见了 那么只剩下这一项 只剩下这一项 OK 好 那么 在表面 就界面 这是导体墙的表面 Z等于0 因此Sine的这个函数是0 它就是0了 所以这个平均的功率密度 是0 好 以上 各位知道 我们做这个题目 你要怎么做 不要随便乱做 千万记住 你做的东西 写的东西 要让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你一下手的第一个式子 那一定是公认的一个式子 公定的一个式子 绝对不是你自己想的什么式子 要不然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 人家看不懂 OK 那有同学 有时候来问我 老师 这个参考书上做这题 我怎么都看不懂 我看三个小时都还看不懂 那我一看 你当然看不懂 他写的式子 都是他自己肚子里想的 并不是公定的数 的这个方程数 你怎么会看得懂呢 所以这种习惯 相当不好 那接下来这个例题 更要注意了 你就看到 我这个例题上面 我怎么样的处理 你以后也要这样子做 好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 第四个例题 题目是说 在空气里面行进的 均匀平面电磁波 它的电场向量是这个样子 它给你这样子 你刚刚有单位写出来 你这个单位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它不是Volts per meter 它是miniVolts per meter 或者KVolts per meter 所以你要注意 它原来是什么单位 而入射于Z V等于零处之理想导体平面 现在要你求什么 这个波的频率跟波长 还有写出电场跟磁场的 实斜形态 像这个是向量形态 你要写出它的实斜形态 还有求它的入射角是什么 你看这个就知道 它不是单单朝Z 也不是单单朝X传播的方向 它的 它的是一个斜射的方向 入射角是什么 所以它I是什么 然后要求反射角 电场的反射波 跟H场的反射波 反射 反射波的H场 跟电场 它的 向量形态 然后呢 再要求在空气里面 这种电场 跟总磁场 好 你拿到这样的题目以后 你要怎么做 好 那么 最好就是 我们画一个图 我这个没有画出来 这应该是画一个图 把坐标画出来 坐标画出来 这是Z方向 这个 导体表面 然后入射波 你要 你要从这里上去也可以 从这里上来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呢 像我们一个坐标 这是Z轴 这个 朝上的这个是X轴 那么 打点的就是 粗黑白面的 那就是跟我们 第一个图是一样 跟我们前面那个 垂直入射那个图 是一样的 垂直入射那个图 是一样的 你可以参考那个 好 然后我们说过 你第一件事情 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 入射的方向 写出来 这个方向要根据你的图 根据你的图 根据你的图 你如果是从 左下角斜色上去 是这个 如果 左上角斜色下来 就不是这个值了 因为这个时候 X方向相反 所以 这个要根据你所画的图 所以你一定要画图 一定要画图 那个图 你空手画很简单 那么 坡面方程 就是 KI 到底一个R R就是 AX X 加AYY 再加AZ Z 到底以后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 坡面方程 坡面方程 好 这个坡面方程 那就是说 这个 这个 Russer波的 它的这个坡面方程 它的Face Factor 那 它题目给我们的Face Factor 是这个 这个要等于这个 那于是 我们知道 这两个 Exponential相等 一定是它上面 这个 指数要 这个 这个要相等 于是就是 这个 要等于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 乘上一个 Beta1 乘Beta1 等于 这边的 好 那么 我们比较这两边 比较这两边 比较这两边 那我们就知道 Beta1 Sine Theta I 等于6 Beta1 乘Cosine Theta I 要等于8 那 从这两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两个一除 比如说这个除上这个 就变成Tangent I 等于6比8 就是3比4 就是37度 Theta Theta等于Tangent的这个 37度 那么Beta呢 Beta1呢 Beta1 当这个是37度的时候 或者你把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平方 左边平方 右边平方 加上这个左边平方 跟右边平方 加起来 左边就是Beta1的平方 右边就是36加48 64 开根号就是得这个 OK 记住啊 你这个单位要写 单位要写 你不要写个Beta1 就等于10 OK 这个 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啊 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好 然后Beta1 它原来是等于什么 这个式子我说跟你 无论如何要记住 它在空气里面 所以它这个是 根号里面是 μ0 ε0 这个就是1分之1啊 Omega就是2πF啊 于是我们从这个图里 从这个式子里面 可以求出它的frequency 频率 那频率呢 你就把这个 这一项写成这样子 然后把数字带进去 严格的说起来 你这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项 它的单位是什么 你都要写出来 都要写出来 最后单位消掉以后啊 那么我们可以 说这个频率 它就是 4.78乘10的8次万个hertz 这个要写哦 好 那我们常用的是 Omega 在波函数里面 用的是Omega 所以你把Omega算出来 Omega是2πF 它是等于 2πF OK 那你就把这个 上面个2π嘛 F就是这个 2π 等等 2π就是 你就是这个上面 这个是F嘛 是乘的2π 2π跟2π约掉 那就是3乘10的8次方 再乘10 它就是10的9次方 好 那么Lamina 要你求Lamina 这是我们顺便求出来 Lamina 是等于C of F 这就是VP Face Velocity Face Velocity 比上频率 这个等于0.628个meters 这个单位都要写 都要写 OK 好 记住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把第一 Part A都做过了 现在Part B呢 我们要把它的H厂的 向量形态写出来 我们就根据这个 路舍坡的电厂 你看路舍坡的单位 向量有了 对不对 这里常常用这个 所以你事先就要把它写出来 不要等到 要用到了再来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很急 会把它写错 然后你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这个单位向量cross以后呢 这个里头就变成这个 A到0是377个欧姆 然后这个是10个Volt Per Meter Volt Per Meter 然后这个 乘上EI 然后我们就把 这个 除一除 这个 乘进去 这个乘进去 角度带进去 这个角度 θi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对不对 cosθi跟θi不一样 所以这个数字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 第一区的 路舍坡的h厂 也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 路舍坡 它的总电厂 路舍坡的电厂的 实斜形态 就是这样做 你把这个 向量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你这两项可以合并 许实数就是cos cos这个字 然后我们再把 omega t omega带进去 就得这个 然后入射线的h厂 我们也是把 这个旁边 这个向量形态 成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实数 然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 这个 记住 这个单位要写 这个单位要写 你这个写这个单位的时候啊 要注意它原先给你什么单位 你画出来是什么单位 不要用习惯了 总是volt per meter 总是ampere per meter 这个不一定哦 好 入射角 是这个 入射角我们在一开始就算出来了嘛 所以我们就是从part a 就说 由part a知道 入射角 是这个词 37度 好 那么 再来要求反射波 反射波 好 那么 我们前面也 从连续条件 好 我们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反射角一定等于入射角 还有eor等于负eir 这个是 垂直偏证 它的结果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就写成负十个 vote per meter 因为它原来给我们的是vote per meter 这个单位要写啊 我这里一再提醒你们 单位这个要写出来 然后就假设 反射波的单位 反射波的单位向量 你根据图 根据你假设的这个图 你已经画上去了 你不要再再更正了 反射的图 假设的图写出来 反射波就是这个 你这个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然后根据这个 Kr.r Kr.r 我们可以发现 它就是等于 你如果做熟 你就会发现 这个里头的东西就等于 这一项 把Ax单位向量变成x Az单位向量 把它变成z就好了 就是这个 这就是反射波的向量 的向因子 于是反射波的向量 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写成这样以后 你就把EOR-10带进去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一项带进去 那这个就是反射波的 电场 那H厂呢 就是根据这个设计 Kr 因为我已经把 θr变成θi了 变成θi OK 这就是这样 就这个 它这个θr 跟θi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那么 那么 你把这个Kr 取来这里 然后这一项 跟这个做cross 我们先 先用这个式子来cross 它就等于 Ax cross Ay 变成Az 这个在Az项 Az cross Ay 是负负得正 就是这一项 然后再把ERO 带进去 ERO带进去 就是这个 最后你把这个数字 把它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看空气里面 总坡的电场 跟向量 总坡的电场 与磁场的 向量形态 那你有了 入射坡 有了反射坡 这是第一个区域的 你就把这两个 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变成这样子 你把 共同向提出来 Exponential J 负6X 共同向 里头呢 就是这两个箱简 那这个可以化成 化成两倍的 Sine 大Z 这个形态 单位要写 H厂也是一样 你把入射坡 跟反射坡的磁场 加起来 它这个 电场如果是垂直偏正 H厂呢 它就有两个分量 它是在 它这个方向是在 入射面上面 那我们也是可以 把共同向 这是共同向 共同向 提出来 A X跟AZ 这个有问题 所以我大概就把它写错了 AX下 跟AX 相加 相加才对 相加 但就是这个加这个 然后 这个Z OK Z跟Z 相加 Z跟Z 相加 Z跟Z 相加的话呢 那我们 因为 只有一个 一个方向 好 那么 我们再 再变化这个 你看我讲义上面好了 我这里大概 大概弄错了 你把0.022 提出来 然后是 这两个 合并在一起 然后 再来就是Z 方向的这个 提出来 然后这两个 合并在一起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X方向 画成这样子 Z方向 画成这样子 这里有问题 你看我 假意上写什么 OK 好 然后 这里就 这里就对了 你把这两个 加起来 它是变成 两倍的cos 这个 就是 负2J sine 负2J sine 那么这个是 H差 OK H差有两个分量 所以这一项 一定是写错了 它大概也有一项 像这个样子的 结果 我打成 打错了 变成这样子 这个我们就 把这一题 做完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 平行偏正坡 斜向入射于 导体平面 平行平成 比较啰嗦 你看 这个是图 这个图 OK 好 这是Z方向 这是 理想导体 那入射坡在这里 反射坡 我们假设是 这个方向 这是导体 所以它表面的N 就是N2 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我们都 图要画出来 图画出来 图画出来以后呢 我说过 第一步要做什么 KI KI要写出来 根据这个图 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 KI.R 就是 你做熟了 你就知道 AX换成X AZ换成Z 就是 破面方程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 平行平正 电场是在 入射面 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Y分量 一个是Z分量 这个不好做 对不对 你要求它的分量 往往会搞错 那有一个 要领 就是我们先写H厂 因为H厂 它就是Y分量 根据我们 我们画的这个图 E cross H E cross H 就是KI的方向 那么它的方向呢 是AY 它的ampitude 本来我们应该是写 HI才对 HOI 但是HOI呢 它就是等于 EOI 被ATA1来处 我们还是以电厂的 政府为主 写出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phase factor phase factor 写成这样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phase factor 带入这个式子 于是这个就是 入射场的 入射坡的H厂 你写出H厂以后 我们再来求它的T厂 用这个式子做 这就不会错 这就保证我们 不会错了 KI 就是这个 cross HI 就是AY 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这两个cross以后 就变成 连符号在一起 变成这样子的 然后一 这个 ETA1跟ETA1消掉 一OI提出来 那这个 EI 这个向量式 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 我们现在看 因为它这个式子里头 它没有告诉你 这个 电厂 到底它的 单位是什么 是Volt Per Meter呢 还是Mini Volt Per Meter 所以你这个 后面就不好写 不好写 其实你也可以写 就是我们就把它 当作是Volt Per Meter 那这个就是Ampere Per Meter 你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Volt Per Meter 你把这个写上去 也可以 但是因为 将来这个 EOI跟 EOI 到底是Volt Per Meter 还是别的单位 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写 好 现在我们就要写 反射波了 反射波的 反射角 我们假设它是 θR 然后这个单位 现在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单位 现在是根据 这个图来写 根据这个图 你看 它的 Z分量是负的 X分量是正的 X分量是正的 Z分量是负的 那么HR 我们也是 先用 反射波 我们也是先写H 因为H厂 它只有一个分量 比较 好写 在这里 很特别 就是 你看 我在这里 假设什么 假设是负号 对不对 你可以假设正的 你可以假设正的 我假设是负的 好 那么 就 就用负的 好 是变成这样 假设是负的 我看看我们图上面写什么 因为图上是假设负的 对没有 图上假设负的 但是它真的是负的 还是正的 我们不知道 求出来以后才知道 好 假设是这个 然后 根据 这个值 来写出 它的电场 算出电场 用这个式子 KR 用了 Cross 这个 你看 所以你这个写出来 很方便 这个直接写到这里 这个就写到这里 然后再把这两个 Cross 一下 最后的值 就变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里头呢 我们 我们这个 反射波里头 有一个 EOR 不知道 还有 CDR 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决定它 你怎么决定呢 我们是用这个 边界条件 由电场的切线分量 在界面处相连续 这是总电场 它有X分量 还有反射 这是入射波的电场 反射波电场 你看 电场有两个分量 哪一个分量是切线分量 这个还是这个 它是PX Z是跟界面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 那么 这个X分量 我们是取它的X分量 然后Z要等于 因为界面的地方 Z等于0 EOR也是一样 我们是取它的X分量 E2是0 因为 导体 第二个界面是导体 这个等于0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只要求这个跟这个 只要求这个跟这个 神有光 这个赤字就够了 因为 这两项都是无穷极数 无穷不上加强 而X呢 所以你怎么变 它都等于0 那么这个机会只有 当这两个 Exponential向相等的时候 才有机会 所以这两个相等 我们就传一下呢 C的R 等于C的I EOR 等于-EOT 我刚刚右边 -EOT OK OK -EOR EOR -EOR I 从这个解出来 那么H场呢 H场就是这个 H场就是Y component 这是Y component 喊 这里本来是 e -EOR 这个本来是-EOR 那么 EOR 就是-EOR 所以这就可以打起来的 加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两只 共同项目提出来 这里这样相加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祝货的形态 喊 在前面 H是这样的 H厂 H厂 它们朝H方向传播 Z方向是一个触摸波的形态 好,再来我们就要看 总电场 总电场 它有两个component 一个是这个component 一个是EOR EOR的component 本来是这个样子 总电场 这是 反射场 反射场现在你要把 这个东西变成 变成什么 负的 EOR 然后我们就把 X component 合并在一起 Z component 合并在一起 那么 这两下 就可以把它画成 画成 这个 这个是 負二 J Sine 那么 这个是等于 两倍的Cosine 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 露射场 露射波的 总电场 它的上面是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 就是从以上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平行偏重波 有以下的特性 那么 这个特性就是说 因为它 波里头都还有这个东西啊 还有这一项啊 你看 有这一项 前面这个也一样 这一项 这就是 触波啊 啊 这就是 触波状态 OK 然后 X1X 跟X1Y 在空间 与时间 相位相同 啊 相位相同的 总波 对象X方向传波呢 不均匀 平面波 好 那 我们可以看看 好 这个 这个 就是 EX E1 的X Component 好 这个是Sine M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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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Y Component 好 这个是Component E1 E1 跟H1 Y E1 X Component 啊 跟这个 H1 它本来就只有一个Y Component 啊 它都是朝这个方向传播 一个 一个 触波 一个触波 所以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 不均匀的平面波 因为它传播方向是X 而Z方向是触波的形态 左波的形态它里头的正波 随着位置不同而不同 而 因此呢 啊 它就是一个不均匀的 平面波 OK 因为它就是Z Z方向 啊 它就是X 比较X 方向 啊 那么 这个Component 啊 啊 它跟这个 后面都一样 啊 啊 跟这个 跟这个都一样 所以它向非相同 啊 因此它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 那么它的 Face 再来 就X方向的Face 再来 好 就变成 Omega OperPeta Psi X 啊 嗯 啊 啊 那这个是 Omega 啊 这个是它的 Beta1X 啊 这就是Beta1X 啊 这就是Beta1X 啊 啊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就是它这个是什么,它这个是X方向啊,X方向传播就是圆着这个,这个道地里,表面,平行的方向传播,它实际上呢,可以等于什么呢,你把非常弯持不上去,这个就是Face,Face Velocity,这个Face Velocity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传播方向,我们刚刚说,原X方向传播的是这个方向,VPY是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传播的速度,跟这个方向传播的速度,就有我们刚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关系, 从这里来,我们来看,因为SinZi总是小于,小于等于1的数字,那么这个被小于1的数字取乎的话呢,它一定比这个要大,所以,这个波,这个波,一定要比VPY,比真正的这个,速度要来得大, 就是像X方向 它的投影的速度 要平衡中间 可以平衡中间的速度 分垂直平衡状态一样 那么电场等于0的地方 满足这个关系 满足这个关系 那也是一样 这就是波节的位置 在波节的位置 如果把一个 这个导体薄片的话 导体薄片 左风的电场 不会受影响 不会受影响 就跟这个前面的完全一样 好 那么 然后我们有了E-1跟H-1 我们就可以抽到 多因体向量的平均值 就是功率密度的 平均值 是等于这个 所以 我把H-1去 弄一个STAR H-1 H-1 STAR STAR 这个平衡在 那E-1呢 E-1的话 它这边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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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nential像就消掉了 Cross 以后 只有这个 Exponential存在 你看这个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E-1有A-X跟 A-Z A-X跟A-T 然后Cross 一个 H-1 是A-Y A-X A-Z A-Y A-X 因为它要取这个 Real 然后有J的列向 就不要了 它就剩下这个 Exponential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说 最后这个Exponential的功率 是原作Exponential 因为G方向是一个触波 是一个触波 是一个触波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这个触波有波解 波解跟波覆 那于是呢 G方向是触波 所以G方向的这个 功率的密度 就没有传播的 只有Ex方向的传播 好 那么 再来看看表面 电力的密度 表面电力的密度 如果我们就用这个式 Z等B OK 那么 N就是在-A-Z 我们已经看过了 一开始就看过 所以 它Cross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方向 然后这个就变成BX 所以它的 电力密度的方向 也是原X方向 好像有一种 行进波的形态 就是说 它的电力密度 它不是一个位置上面 X位置 它不是任意位置 它都是相当 它跟这个X的位置有关 而这个位置呢 而且 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以它也是一个 行进波的形态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 这个图上面 这个有画 这个就是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方向 传播方向 朝这个方向传播 它任何一个地方的 这个电力密度不一样 比如说 同样大小的地方 它是随着时间 在这边 在这里传播 OK 然后它的 表面 电力密度 这两个字的话 都可以用 有像是 正类的 用正 很多书上 用Sigma 它就是 N 就是 N N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场 这个D1 就变成 X1 乘上电场 然后 物色场 在Z等 0 之处 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它就变成 Z Z Z 当然就是 0 Z Z AX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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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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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向量形态 这个是电流密度的向量形态 这个是它的实弦形态 你就把它向量形态成到这个 取实数 记住最后 单位要写 这个也一样 单位要写 单位都要写 要养成习惯 你把这个成长 Exponation 这就是只有一个题 取实数 就是这个 以上呢 是这个例题 再来我们看 这个例题呢 相对的就 比较 比较麻烦 你看它的 我们看 假如 有一个 电流 这个 功率 功率异度是十个瓦 在本面真实会 频率是两百个MHz的均匀平面波 在非磁性 无耗水的界子中传播 它的电厂 已经告诉你电厂说 这个电厂 有三个分量 看到没有 XY Z 斜色与 XY平面的 理想导体 如下图所示 我们先看看 这是XY 它 像 左 二 三 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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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电厂的振幅 第三个要求反射波的向量形态 这是入射波 那反射波是什么向量形态 第一入射波与反射波的偏正形态 这个是什么样的预感 偏正形态 这就是刚刚的图 我们也跟着他 图在这里 这个是他的入射角 入射角 一开始你还不晓得它是四十个多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把它给我们的 这个写出来 那是三个康波论 我们就把它写在一起 它这个 后面这个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一般的形态写成这样 然后呢 它给我们的形态是这样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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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么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这个face 写在后面 这是face factor 它的正幅呢 它就是这一项 我们写exponential G0次方 这个是1 就是说 它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 它的initial phase 是一个引路 第二个 A1 就是这个 这个大家 这个face factor 你看 这个成这个 它是负的这一项 那么这个负1呢 我们可以写exponential J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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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Face factor 是这个 所以它就是等于 J1 J5 写exponential J2 分之排 这个就是 三个波 它的正幅 这个代表 它的initial phase 好 现在我们 已经知道 它的face factor 是这个 它有我们的 试着里面 这个 就是 它的face factor face factor OK 好 那这个face factor 我们 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了 那就是A K 这个就变成这样子 这K K 我们 现在就把它写成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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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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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掉 这个G0 把它放掉 把它放掉 就是K1 OK 好 就等于这个 K1 就是一个 K1 K1 是一个 K1 是一个单位相料 这不是 这不是单位相料 我这里写 打错了 你把这个K上面 加一个箭头 K1上面 加一个箭头 这是 propagation constant propagation constant 都是这个以后 才会变成这样子 OK 大家这个就变成 到底以后呢 这个 乘上这个 X beta1 y 乘上 y beta1 z 乘上 这个要等于 它原先给我们 这个东西 你这个地方更正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打一个箭头 这个帽子就不要了,帽子改成借口 帽子改成借口 变成这样的武器 他原来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比较这个 Beta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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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0 XY 这就是2P 这个也就是2P 这个也就是2P 这个没有Z像 Beta1Z就是0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向常做 上乘出的大小就等于分量 三个分量大小的平方和再开平方 于是就变成这一项 等于什么 二盘 然后tested z i 就有这两个 这一项图上这一项 这个也相同于我们的意义 对不对 就是说去出路射角是四个障碍 而路射角等于反射角 路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跟你偏证的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β1 sin c 的 r 等于 跟到二排 它是等于β1乘成4的姿态 它是等于跟到2 所以β1 我们就知道它是二排 就跟到二乘过去 它应该是等于 Omega 更靠 μ 所以它就是等于 二排 f 这个呢 你可以把μ0 1 提出来 是一分之一 然后里头 μ0 有1 啊 μr有1 所以 1 1 2 1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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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这个 借鉴长座 写出来 我想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